哈囉大家早安 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然後現在是早上的5點07分 我們現在在木架動物園這邊集合 那我們今天要騎到芙蓉來回 對來回100公里 那這條呢 是我在練騎100公里的時候 很喜歡的一條路線 我覺得是蠻適合當100公里的練習 那我們這支影片會抽出一件MAP的車椅 詳細的抽獎辦法 會在影片的最後跟大家分享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喜歡旅遊或戶外活動的話 也麻煩幫我們訂閱一下喔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那第一個路段呢 是從木架動物園走106 會移到牌樓的7那邊 然後這一段路線呢 都是平路 會有緩上坡這樣子 非常少的一段路線 對 OK 不要破風手了 所以我們現在到了這個7那邊 然後再等另外一個車友到 我們就要從這邊 那邊 從那邊喔 嗯 從那邊上去平溪 然後到會停在一個青桶的公車站 那邊就是最高點 也就算就是有一些上坡有一些下坡這樣子 然後這一段路線啊 也有很多的重機跟超跑都會在這邊 所以大家其實要小心點 所以我們剛剛106移到景溪這一段路呢 我以為早上車子會比較少一點 就有到超多飄車的人 超多超多 再小心點 暗博騎電子真的很棒耶 是啊 想被他換了嗎 好噹噹噹 兩隻腳踏車 三隻腳踏車 開了 到五隻腳踏車 到五隻腳踏車 起的幾點 我們大概取的30分鐘 到了最高的這個 青銅島街的公車站 好可怕喔 不要再掉車了 這裡好多的超跑喔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下滑一下子之後 到前面平溪的Seven休息一下 我的心率160 大概有20是被跑車嚇起來 真的 嚇死我了 而且那邊有一些路是轉彎 那個很窄 我覺得很窄是還好 是你在騎的時候後面是 那個聲音哇壓力非常大 這裡是轉彎 好可怕 現在6點35分 我們到了第二個休息點 就是在平溪這邊的Seven 對每次都可以在這邊停 那我們等一下從這裡到平衡隧道那邊 就是很平緩的上上下下的路 那過了平衡隧道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很長的下坡 那個下坡也是回乘最累的上坡 賽時間 好 賽時間 現在到了老街 然後等一下 時送呢 就是往古墳山 然後右轉就是往平衡隧道 所以上坡騎完之後呢 就會到平衡隧道 就是那個隧道 等一下進隧道之後 我也記得要打開喔 這個上坡騎完之後呢 就會到平衡隧道了 就是那個隧道 我也記得要打開喔 等一下進隧道之後 我也記得要打開喔 現在過了平衡隧道的下坡之後呢 就會是一段很長的平路 然後等一下到前面就是雙七老街 快到了吧 快到了 今天是不是行比較快 7點32分 可以吃中餐嗎 50公里 你去吃早餐嗎 你去吃早餐嗎 好啦 駛了兩個小時 13分 到了龍這邊 怎麼 真的你好黑喔 黑了 怎麼樣 這段路騎起來如何 50公里 對啊 開始熱了 我們可以不要待太久 回去了 你真的趕快回去 7點39 可以吃早餐嗎 7點39而已 這個人一直在看人家的辛苦配合 你快嗎 好香啊 你知道嗎 我們會380公里 超慢的 我們要輸出20公里過來 我們剛剛有人被我們破風 還好你要不要 拜託 我們現在從福永要回城了 我們沒有到火車站那邊 因為我們發太熱了 對 所以我們只要到那個加油站那邊 就趕快回來了 對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前面雜貨電停一下 你快點 你快點 快點 現在8點26分 我們到了這個臨血運商店 休息一下 這一條路上很多車隊 對 很累喔 而且他們很強耶 累了 現在我們騎了65公里 爬身560 好 來吧 吃吃東西吧 好走 灰塵還有幾公里 30 好吧 加油 熟悉的路了 OK 走 這裡就是上坡的開始 長上坡 大家都知道的 從福隆灰塵的長上坡 就是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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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十分老街的良品 然後我們有一個夥伴 他走錯路了 對 我們在這裡等下 我們在這裡等下 騎太快了 騎到基隆去 嗨 好累喔 我腳太抖了 灰塵好累喔 我感覺都挺高的 騎過去走 不胖 10點44分 回到動物園 有多人 你看起來就是有在騎車 騎完沒有做任何假的樣子 沒有 頭髮都捲了 臉都油了 好可憐 好可憐 然後被揍 我臉都髒了 也很髒 你看我的腳這麼髒 欸 好誇張喔 肚子髒的 好累喔 還好我們今天很早出門 所以沒有到中午 但就很曬的時候 然後我們今天騎了 幾個多小時 差不多 然後我們騎了 104公里 爬升大概快要1000 最早100公里的練習路線 覺得怎麼樣 累 有練到吧 真的是長距離 長距離後來體力就不行了 快要不行了 好 很棒 不錯 超讚的 那你要來講 那個怎麼樣抽獎 就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到下面留言 然後還有 在我們的Instagram 跟FeedZone的Instagram上面 Follow 然後詳細的資訊 我們會寫在下面的資訊欄 要寫下來看喔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